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加州有很多人受不了高房价出走 其实加州的有钱人也纷纷出走 大部分决定离开湾区的有钱人 都选择迁移到华府和纽约 有研究显示搬离加州的人 多半是收入比较高的民众 留守加州的人有很多是低收入家庭 调查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 搬离加州的湾区高收入家庭 大多搬到美国其他同样经济蓬勃发展 生活成本高的地区 像是纽约 西雅图 华府 丹佛 德州 达拉斯 休斯顿 奥斯丁 都是加州有钱人看重的热门迁移城市 留在加州的家庭 大多选择搬到南加州的洛杉矶和San Diego 有超过5成5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湾区低收入家庭 选择离开湾区搬到负担比较轻的 Sacramento和中古地区 转移阵地之后继续留守加州的低收入家庭 大部分是非一和西与一家庭 非一低收入家庭大多选择迁移到 Sacramento地区 西与一的低收入家庭大多选择迁移到中古地区 经济专家说当房价上涨到极端难以负担的程度 这个趋势会变得更明显 同时随着人群逐渐往湾区外围出走 未来所谓的湾区定义将会被扩大 郊区也将会开始出现交通拥塞现象 最终成为湾区经济体的一部分 今年暑假湾区房市虽然出现放缓迹象 但是最近帕劳头有一栋豪宅开价高达9680万美元 以将近1亿美元的售价挂牌上市 成为湾区和戏骨目前开价最高的代售屋 这栋位于帕劳头山上的豪宅主人是前科技公司 声扬的共同创办人Scott McNilly 豪宅有20个房间 楼高四成居住面积达到3万2000平方尺 院子面积有58万平方尺 8年前McNilly将生羊以74亿美元的代价 卖给蒋古文 1亿对他来说只占获利的74分之一 不过这栋豪宅是他在卖掉生羊之前买的 当初他只花了1000多万买下土地 新建占地3万多平方式的豪宅 依照县政府的勾架 他的房子其实价值只有1600多万美金 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